您好,我是杰英 欢迎来到《静默档案》的春节档 现在已经2022年了 就在2021年 一些莫名其妙的言语 在各个网站流传开来 这些语句迅速席卷了整个网络 几乎一夜之间 所有人都被植入了某种共同的记忆代码 这背后似乎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而一切线索都指向10年前 一名戴着眼镜的神秘男子杰哥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 2012基农中学诡异逃学事件 2012年9月18日 星期二下午2点 基农市 学校义务室内 冷气开到了20度 暖暖区暖暖高级中学的李美齐老师 正在玩着奇迹暖暖 他是这所学校的校医 窗外传来学生们在操场的嬉闹声 即使炎热的天气 依然阻止不了活泼好动的孩子们 尚克林已经打响了 同学们陆续从操场回到了自己所在的班级 此时一名男生十分艰难地挪动着步子 朝着医务室走去 他就是兵兵 大家都管他叫少年阿兵 一名读高二的学生 教室到医务室不过是几十米的距离 他却整整走了一个十分钟的课间 而刚刚他走过校门口的时候 偶遇了好朋友阿伟 然而此刻阿伟又不知道逃课去哪里了 冰冰慢慢推开校医师的门 看见李美齐老师正在一摞材料后面滑着手机 他敲了敲门 李老师迅速放下手机 条件反射地在电脑上打开了一个空白的word文档 李老师看着满头大汗 面如白纸的冰冰 以为是中暑了 一边拿着解暑的药 一边扶着他说 都给你们这群小孩子说了哈 天气热 未在操场过分运动 容易中暑 就是不停 李医生话音未落 冰冰便问了一个让李医生感到奇怪的问题 不是啦李医生 喝皮的第二天会屁股痛吗 听到冰冰这个问题 李医生十分疑惑 你喝皮的啦 高中生不能喝皮的啦 皮的喝了也不会屁股痛啊 李医生边说边扶着冰冰 艰难地坐下来 可是我前两天喝完皮的睡着了 第二天就有点痛 刚才跑了一下 现在更痛了 冰冰扶着桌子忍痛说道 他后悔刚刚为了赶上课铃声 奔跑得那么举烈 李医生瞬间感觉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于是他赶紧给冰冰做了个指检 李医生一改和蔼的态度 严肃地问道 你和谁一起喝的酒 冰冰表示 那天喝的比较多 实在是想不起来了 只是一息记得和阿伟一起在什么地方 喝完不知道过了多久 阿伟送他回了家 而且更诡异的是 从那天晚上后 阿伟再也没有露面 有感失态的严重 李医生马上找来了学校大名鼎鼎的负责心理辅导的老师 舒惠 李医生简单和舒惠老师聊了一下冰冰的情况 舒惠老师走到冰冰旁边 先是舔了一下嘴唇 然后拿出了一个沙漏和节拍器 刚刚我们的聊天 有没有让你想起什么 冰冰摇了摇头 舒惠老师要帮冰冰找回丢失的记忆 他让冰冰盯着沙漏 注意听节拍器的声音 渐渐的一些记忆碎片 慢慢浮现在了脑海中 那两天前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让我们跟随冰冰的回忆 将时间推到2012年9月16日 那是一个星期天 中午12里 冰冰正在家中 因为偷看电视 被妈妈逮到了一通臭马 此时呢 他接到了一个来自好朋友阿伟的电话 原来他和奶奶大吵了一架 此刻呢 正漫无目的在街上走着 阿伟和冰冰就读于暖暖高级中学 是同一班级的好朋友 阿伟把冰冰约出来后 两人决定去网吧 接着打游戏 就这样 两人走进了位于基农市 中正区 清新街492号 一家名叫戏谷的网吧 当时开机一小时 就要20新台币 最近呢 小冰和小伟 离上了爆火的游戏 泡泡糖 这是一款很容易上手 不会有任何负担的线上游戏 然而冰冰由于自己的技术不佳 打游戏一直输 想要提前离开 而且20块 对于正在就读高二的两人来说 并不是一个小数目 阿伟却觉得自己和奶奶关系不合 不想回家 冰冰其实也自身难保 就在身无分文 正愁没地方落脚的两人 谈论着到底要不要离开网吧的时候 他们并没有发现 旁边一双眼睛 已经默默注视了他们 由于技术实在太惨 在阿伟的嘲讽下 两个人游戏实在玩不下去了 于是起身离开了网吧 回忆到了这里 阿兵突然开始头疼 他只记得在那之后 阿伟和他一起到了达华超市 买了好多食物和啤酒 诡异的是 两个口袋空空的高中生 是谁支付的这一笔费用呢 头疼稍微缓解以后 阿兵回想起来 他和阿伟在一个陌生的屋子里面 大吃大喝 自己则不胜酒力倒了下来 在之后就不记得任何事情了 难道是阿伟对冰冰发生了追尾事故吗 淑慧老师马上通过校伍处了解到 阿伟已经好两天没有来上课了 校伍处在联系了阿伟家里后得知 阿伟并不在家 他奶奶也十分着急 案情进展到了这里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 阿伟一定是畏罪潜逃了 警方马上介入此事 开始了调查 然而淑慧老师却坚信 其中一定另有引擎 冰冰的描述中 可疑的就是 他们采购食物的地点打滑超市 淑慧老师根据谷歌地图查到 就在他们玩游戏的戏骨网吧外 有一家7-11 这两名高中生 为什么要来到7公里外的打滑超市购买食物 从网吧到这里 不行就要一个半小时 没有交通工具的话 这是不可想象的 而阿伟和阿滨并没有摩托车 难道现场 还有一个阿滨没有回忆起来的人吗 这时阿滨突然想起来 中午在校门口偶遇阿伟时 阿伟脸上出现了诡异的表情 难道这其中另有文章 破解这一切谜题的关键 也许就在已经失踪的阿伟身上 怎么才能找到他呢 下班后 淑慧老师决定整理一下思绪 他带着自己的孩子去公园散步 正巧呢 他在附近遇到了李美奇校医 也带着自己的孩子玩耍 他们让小孩一起玩去 两个人便疗伤了天 美奇发现 淑慧老师十分紧张自己的儿子 视线呢 一刻都不敢离开 一副生怕儿子出意外的样子 便调感到 哎呦 不用再看了啦 这里没有坏人 你不用担心 但淑慧老师认为 男孩女孩都一样 需要好好保护 最近发生了 好几起男生追尾的事件 情节呢 特别恶劣 随着淑慧老师话音未落 便被啊的一声尖叫打断了 他们还未反应过来 就看见一个男生低着头跑了过来 不要走 不要走 这个男生是谁呢 为何会如此激动呢 淑慧老师立刻认出了男生 不就是他们现在正在寻找的阿伟吗 看到精神状态极差的小伟 作为老师的淑慧 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猜想 冰冰和小伟的事情 肯定不是那么简单 容不下多想 淑慧赶紧快步追上小伟 疑问究竟 终于在淑慧老师的劝说下 小伟将他经历的事情 说了出来 这也顺利补完了阿斌 丢失的那一段关键记忆 原来9月16号当天 冰冰和小伟从网吧出来后 并没有独自离开 他们遇见了一位自称杰哥的男人 这个杰哥原名叫黄杰 是一个25岁的无业游民 黄杰在听到小伟和冰冰的对话后 便在网吧门口等待着他们出来 并司机进行搭话 对他们发出了邀请 起初呢 冰冰觉得这人十分奇怪 为什么会如此热情 便想拉着小伟赶紧离开 可刚刚和奶奶吵过架的小伟 坚决不愿意回去 看到这种清静的黄杰 马上建议 他们家就一个人住 挺无聊的 晚上大家正好可以来他家里一起玩游戏 还可以去超市买点吃的 看着如此热情的黄杰 小伟和冰冰心动了 就这样 接下来的事情更让人意想不到 黄杰带着两名高中生 走到了七公里外的超市 买了些食物 之所以走这么远 就是为了消耗两人的体力 他们到了位于基农市 上海关社区的房内 两个走了一天的高中生 开始在黄杰的屋内放飞自己 阿兵不声酒力 坠卧在沙发上 阿伟则开始跟黄杰耍嘴皮子 满口大话 在这种微醺的氛围下 黄杰借过房间里有好看的 要给正在耍嘴皮子的小伟看 便把小伟骗进了房间 不知所措的阿伟意识到事情不对 但无奈自己敌不过其心壮硕的黄杰 只能任其百步 黄杰成功实施追尾后 威胁小伟不准将事情说出去 而经历了一切不可描述后的小伟 彻底被吓坏了 难以置信的他 微微缩缩在房间里待了一个晚上 此刻呢 他根本不知道 躺在外面的兵兵 也在经历着同样的事情 第二天 也就是9月17日 天刚蒙蒙亮 小伟便小心翼翼叫醒 还在昏睡的兵兵 两人头也不悔地 离开了这个噩梦一样的地方 失魂落魄的小伟回到学校 无法专心学习 这段记忆 就像巨大的阴影 笼罩在他的心头 性情复杂的小伟 想将这件事情告诉兵兵 但又觉得难以启齿 还是选择了独自承受 然而一条信息的到来 彻底压垮了小伟 最后一根紧绷的神经 收到信息的小伟呢 不敢回学校 也不敢回家 便在公园游荡 之后呢 就碰见了舒惠老师 听到事情的描述后 舒惠老师十分气愤 原来这件事情 小伟和兵兵都是受害者 舒惠老师决定先通知小伟的奶奶 然后再报警 鉴定伤情 而另一边呢 正在医院做伤情鉴定的兵兵 难以接受鉴定的结果 好不容易在警方的劝售下 渐渐平静了下来 此时呢 他遇见了同样在做伤情鉴定的小伟 两个人瞬间闪了眼 之后呢 两个人做了详细的笔录 警方立即立案侦查 传唤了犯罪嫌疑人黄杰 黄杰对于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 并且根据警方调查 黄杰是个惯犯 经常在各个网吧 寻找体型受弱的受害者 锁定受害者之后 先伪装成路人 窃听受害者的信息 再根据这些信息 对受害者进行搭讪 用一套精准的话术 来博取受害者们好感 再以免费购物之举 降低他们的防备性 将受害人骗入家中后 实施侵犯 事后加以威胁 甚至进行二次骚扰 由于这些涉事不剩的孩子们 觉得这种事情难以歧视 便一直没人敢站出来 揭发黄杰的恶行 这让黄杰的恶魔之爪 升向了更远的地方 对于此次案件 也有细心的网友 扒出了几个疑点 根据黄杰的口供 以及阿伟和彬彬的笔录 黄杰是在网吧 对他们进行搭讪 并以免费购物为由 将其骗出网吧 根据警方的调查 黄杰当天购买的是 罢牌啤酒 一共是12罐 冰冰只喝了两瓶 便倒下了 那么问题来了 仅仅两罐啤的 又怎么会把人放倒呢 那是醉到了什么程度呢 这不由得让人将怀疑的眼光 移到了那两瓶啤酒上 是不是这两罐啤的 被人做了手脚 参有其他的成分呢 警方立刻对黄杰的家 进行了搜查 由于事件已经过去了三天之久 原本有用的政务 已经被丢弃 警方也没有收到关键性证据 不过由于关键人物 阿伟的执政 黄杰依然被警方顺理定罪 随后呢 这个事件的全貌 被教育机构 制作为安全警示的视频 在各个媒体上传播 而视频其中的知名台词 我超有的 更是在网友之间 广为流传 成为众多曾经的 追尾受害者 自我鼓励的一句话 他们一遍遍地 反复地发布这句励志名言 借以抹去 曾经不堪的痛苦回忆 而少年阿斌 在经历了这一切以后 开始发愤读书 虽然他的高中成绩并不理想 但是努力的他 考上了台北附近 一所私立专校 他自己独立租了房子 不再依赖父母 而那又将是 另外一段传奇的开始 在经历了这一切 阿伟抚平了伤痛之后 则顺利地成为了 一名出色的艺人 我们希望呢 这样的悲剧不要再发生 也希望他们可以走出 各自的阴影 毕竟每个人的青年时期 都是一段艰难的岁月 而这也许就是登短囊 必须要走过的路吧 在春节之际呢 杰哥 而不是 杰一在这里呢 跟大家拜个年 新年行大运 杰一半年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